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能有多便宜就有多便宜 在布洛伦拓展了时代第一家 超大华丽的汽车维修部 包括板金喷漆 保险股价 和纽约州年检 真正达到一条龙服务 没有第二道 比时代更专业 服务更完善 来时代一站过 没有烦恼 请快电 1800-688-0456 1800-688-0456 时代车行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真是每次录节目时 都很喜欢说 哇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原来发觉时间 真是不知不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过去了 想起小时 在小时 可能8、9、10 时时 常会问爸爸妈妈 什么时候才到大 因為以前小時候在香港長大 香港滿了18歲 就會被稱之為大人 成年人 按了按 什麼都自己作主 做大人 所以以前小時候 經常都在想 什麼時候才可以做大人呢 怎麼知道 轉眼間 不要說18歲 加多一點 這樣還未到雙倍 不過都快了 突然間時間趕得很快 再回想起 二十多年來 自己做過什麼呢 真是可以寫一本書出來 我想每個人的生活 每個人的經歷 都足以寫一本自己的自傳出來 為什麼青朗今天會講這些話題呢 現在是12月初 十二月呢 其實都算是青朗最喜歡的一個月份 第一 是因為天氣比較涼 天氣比較冷 我是一個怕熱 不怕冷的人來的 因為夏天真的好熱 到大汗搭小汗的時候 你除了吹冷氣之外 你沒有別的選擇 你就算是 就算是脫衣服不要穿 你真的熱的話都沒辦法 一致可以不斷抹汗抹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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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沒有冷氣的地方怎麼辦呢 但是冬天就不同了 冬天是冷的話可以多穿兩件 可以戴頸巾 可以穿厚一點的外套 所以我覺得冬天是有得足夠的 冬天可以多穿兩件衣服 但是夏天是沒有得足夠的 你熱的時候只可以去游一下水 或者去涼冷氣 吃雪糕、喝汽水這些 不是我最喜歡的東西 反而我喜歡灑一下灑一下 打火鍋 真棒 我是那些夏天都要開著冷氣打火鍋的人 當然現在就不會那麼浪費 沒有那麼奢侈 但是夏天的時候 偶爾都會去打火鍋 到冬天的時候 最喜歡最喜歡就是打火鍋 你想想 熱熱熱滾滾滾滾滾滾 我喜歡吃麻辣的 不知道你喜歡不喜歡呢 有些地方的麻辣是真的很棒的 最傳統的肯定是煙釀鍋 一紅一白湯底 選個豬骨湯也好 藥膳湯也好 想起都想吃 在現在這些夜晚 夜蘭人靜的時候 又沒有吃飯 坐在這裡和大家做節目 其實都挺折磨的 一說起食物的時候 嘩 口水就不停流 所以 吞咚口水 其實十二月份 正式開始冷了 其實早一兩天 在西雅圖 溫哥華的地區 是下雪的 我朋友就發了一些短片給我看 很快即雪 他們下雪得很大 不知道是不是一個風暴 我沒有怎麼留意 天氣預報 但是他們告訴我 周圍都白蒙蒙一片 周圍都白雪雪的 我朋友就發了一段短片給我看 就是一條斜路 那些車就收制不及 那我看到有些巴士 不停滑下去 有些連警車 警車都滑下去 最好笑就是 有一個是那些橙雪的車 我們冬天的時候 積了雪 因為會有些大車 然後前面有個很長的巴 有個橙 和你橙開一些雪 橙在一邊 那輛車呢 都在那條斜路上滑下去 那還要滑下去之後 撞到警車 那我就說 雖然說是好笑 但是希望 在西岸的朋友 可以平平安安 始終是滑雪 落雪這些是天雨露滑 無論是開車也好 或者是在街上走也好 希望西岸的朋友 要隔外留神 隔外留意 最重要是注意安全 千萬不要貪一時之快 去做一些令自己會後悔的動作 那就不要了 十月頭了 也就是說感恩節剛剛過了 火雞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吃呢 今年我就沒有吃火雞 但是今年呢 我竟然吃了炸雞 我今年竟然吃了Purbeise 但是我就沒有吃火雞 不要緊啦 都是雞而已 都是拿個意頭 拿個意思而已 因為 清朗自己一個人住 就算去朋友家裡吃飯也好 不是說家家戶戶都一定會 焗火雞 還有 火雞如果焗得好吃 焗得滑 多汁的話 就OK啦 挺好吃 但是焗得乾的話 都不是很過癮 那其實呢 所以今年清朗就沒有吃火雞 就吃了炸雞 那不知道大家 在剛剛過去的感恩節裡面 做了什麼特別的事呢 有沒有跟一家人 或者跟一班朋友一起吃火雞 慶祝一下呢 黑色星期五的大購物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出血呢 我有 今年反而我有 其實在平時過往這麼多年裡面 青朗對黑色星期五的大購物 其實都不是很感興趣的 因為可能平時需要用的東西 已經有了 那就不會特別等到 黑色星期五才來買 但是除非有什麼特別的想要的東西 是那段時間想要的東西 就可能會等下 但是反而呢 今年就有了 今年呢 青朗有特別留意這些黑色星期五的折扣活動 那也都 真的出了一點點血了 所以現在的錢包扁了一點點 是時候要 要儲錢養肥 但是其實呢 在年底這個時候 儲錢有一定的難度 剛剛的感恩節就過了 可能我們會 整個大小出去吃飯 或者會買一些禮物 去感謝自己身邊的人 可能已經花了一筆錢了 另外一個大節日 又來了 什麼大節日 不就是12月25日 聖誕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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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年了 又是那個穿紅色衣服的大肥佬 就出來哼哼哼 這樣 對呀 聖誕節就到了 聖誕節呢 無非都是 又是飲飲食食 又是一個讚美耶穌的日子 那 小不免 就是聖誕禮物了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什麼心水 在聖誕節中 喜歡送什麼給你身邊的人 你的同事 或者朋友 其實呢 清朗就沒有送禮物的習慣 我很怕 我選了一份禮物給你 你不喜歡 或者你不用 甚至乎更差的情況 是 我送給你 你不適用 你轉個頭去 送給別人 即將它轉贈給別人 我覺得其實這個情況 都很糟糕 因為其實我自己也有試過 我自己也有試過 收到一些禮物 就不太合心水 或者不太實用 到其他朋友生日 或者其他日子的時候 再拿回這一件 不是很適用的禮物 出來轉送給別人 這些情況 在我身上也有發生過 我相信 在你身上 多多少少少 怎麼都會發生過類似的事 特別想起 小時候 小時候 當然會收到很多禮物 在聖誕節 新年這些 這些日子 因為小朋友的時候 你那些兒媽姑姐 三姑六婆 都會去買禮物給你 但是有時候 譬如買了一些東西 然後媽媽就說 不准拆 不准拆 你已經有很多了 玩完之前那個 先 玩到厭了 之前那個 才再給你拆些新的 但是可能 她收到之後 你就不記得了 或者媽媽 已經把這份禮物 送給別人 你都已經不知道了 所以有多少禮物 是被媽媽說 不要開著 下個禮拜再玩 下次再拆 有多少這樣的禮物 被媽媽收起來之後 轉贈給別人呢 我不知道有多少 等我等一下 打個電話 去問問我媽媽 究竟我小時候 有多少這些福利 被她扣起了 那送禮物呢 我覺得其實 便宜貴 就不是說最重要 最重要是心意 當然 當然也有些很現實的朋友 就會覺得 心什麼鬼異 當然是說銀最重要 不同的朋友 不同的朋友 會送不同的禮物給她們 但是我通常 要不就不送 我送的話 我是走深思路線的 我是走那些 很細心的路線 譬如 我記得上個月 誰好像說過 他想要一件什麼 譬如說 他對鞋爛了 他想買一對新的球鞋 去行山 譬如說 我記得的話 我就會 對 上個月 誰好像提過 他想要一對新的鞋 去行山 不如聖誕 或者他生日的時候 就送這份禮物 給他做禮物 他收到一定會很開心 我送禮物的時候 我是比較留意 身邊的人 需要什麼 想要什麼 我再去選 我再去購買 我想送給這個朋友的禮物 通常擺設 我很少會送 因為擺設 擺設 只有擺字 拿出來擺都還好 拿出來擺得久 又會有塵 所以擺設 我基本上 會盡量少買 不要說我老套 上架我會買 為什麼呢 因為我覺得 上架是一個 好好去紀念 一些回憶的地方 有時候看到一些 相片 你都會覺得 很開心 很溫暖 其實那天 大家一起玩得很開心 是一個 換成 你的回憶的 一些物品 當然 清朗很喜歡 回到過去 很喜歡想以前 很喜歡 懷緬一下以前的事情 所以 這個就是 為什麼會有這個節目的原因 這個就是 為什麼會有回到過去 這個節目的原因 就是因為 清朗 是很念舊 很喜歡 想當年的一個人 來的 超哥 你的磁磚款式 這麼新 哪一家 不是老友 Eric 蘇阿明的 超瓦磚 我幾乎登尋人廣告 找他 超瓦磚 不知道搬到哪裡 超瓦磚的阿明 已經搬到 134-25-33 Avenue 他為了慶祝30周年 想籌借老友 歐洲進口的磚磚 還全面特價 真的很划 那我去找到Eric 阿明 超瓦磚在 134-25-33 Avenue 華拉勝 電話718-888-7784 營業時間上午8點半至下午6點 Hello 大家好 我是青朗 在此祝大家有一個開心愉快的聖誕節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新的一年即將理想啦 你有沒有什麼新年願望啊? 等我順便預祝你們新年快樂 無論你有什麼大想頭 又或者小玩意都好 祝大家心想事成 想那樣又那樣啦 We wish you a Merry Christmas And a Happy New Year inexpensive BINGS CPULINE CPULIN CPULINE 剛才休息之前就在跟大家討論送什麼禮物給別人 送禮物當然要用心,當然要看這個人喜歡什麼,需要什麼 那你有沒有收過一些你很喜歡的禮物呢? 或者有沒有收過一些,哇,不是吧,送這樣的禮物給我 有沒有呢? 我們先說說收到什麼禮物這麼開心 剛才過了禮物,聖誕節就來到了 所以是在12月11月這個時間,應該是送禮物和收禮物最多的時候 所以我們今天討論一下禮物的問題 聖誕節,其實沒說收到什麼很特別的禮物 我想我最喜歡的,就是有一年我爸爸送了一個新的電腦給我 因為那時是準備入大學 我記得好像是準備入大學 當時就是一來需要用電腦 而且也想有一部自己的手機很久了 我想也是因為入大學的原因 所以爸爸就在聖誕節的時候送了一部手機給我做生日禮物 這部手機也用了好幾年 也算挺開心 有沒有那些... 嘩...一打開那個盒 不是吧? 怎麼辦? 看到這些東西 有沒有這樣的情況出現過呢? 有一次呢 在我家就搞這個聖誕派對 大家就玩交換禮物 當時就是我們設定了一個價錢 大家就買差不多這個價錢的東西 來送給人 我想我的朋友真的很貪玩 每個人都很玩得很貪得意 那麼呢 我們那次的秋禮物裡面 當然也有些很行的杯子 即是那些什麼 用來喝咖啡、喝茶的杯子 這些是很普通的 相架也有人送 有些人送刺子 整個大批 一卷 一包裡面有24卷 那隻 真的是馬桶的刺子 然後有些人送 衛生巾 即是一盒 衛生巾 包好 包得很漂亮 好像禮物一樣 最後是被男生抽到 這盒衛生巾 我想起當年的場面也很好笑 男生的臉很尷尬 最後是有另一位女生的朋友 跟他交換了這份禮物 我試過有一年抽禮物 是抽到一本書的 其實我是一個不喜歡讀書的人 小時候成績不是說差 但是我一拿起本書 就會想睡覺 其實我看書 是比吃安眠藥好 一拿起本書 就想睡覺 當年就是收到一本書 還要是 也挺厚的 那本書 我已經不記得名字 因為我連看名字的興趣都沒有 最後是跟另一個朋友 換了另一份禮物回來 我都不記得是什麼 因為那個朋友 剛巧跟我說 哎呀我想要這本書很久的了 讓你抽到 那樣 好啊好啊 給你 你最好拿了 那不知道大家 有沒有收過一些 你很喜歡 即是到現在 清朗突然說回來 啊是啊 原來當年 啊我記得了 那年我收到那份禮物很開心的 又或者現在我提一提你 有沒有那些一打開 你會覺得 哎呀怎麼搞的啊 送這些東西給人 是不是的 有沒有收過 一些你很喜歡 或者很不喜歡的禮物呢 也都有沒有試過 好像清朗小時候 那些禮物被媽媽收起來 就說 下次再拆吧 下個星期 下個月再拆吧 然後就 到你想找回的時候 不見了 因為已經轉贈了給別人 不知道你有沒有試過 有些這樣的情況發生 那每一年的年底呢 到12月這個時候呢 清朗很喜歡做一件事的 不一定要等到 那 不一定要等到 12月最後那兩個禮拜才做 其實12月開始 我已經不斷在做這件事的了 就是呢 因為我呢 通常在新的一年呢 我會寫下一些 今年的目標給自己的 我會寫下 啊 今年 我的目標是要做到些什麼 那呢 當 即可能每年的一月頭 我會寫這個list出來 那12月份的時候呢 12月尾的時候呢 我就會拿回這個list出來 看一下自己 咦 因為其實已經過了一年了嘛 那可能你已經不記得了 自己設了些什麼願望給自己 那有沒有做到呢 所以每年的12月份呢 我都會開這個list出來看的 那以前小時候 就可能是寫在本寶仔裡 就是好像寫日記那樣寫在本寶仔裡 那到大了之後呢 十多歲的時候 開始寫blog 以前很流行寫 暴落格 就是一些 都是寫日記那樣的形式 但是是在網上的 網上一些給你寫下你的心情啊 寫下你想說話的地方 那現在更加方便了 現在簡直是在手機上面就可以寫了 那所以呢 其實我都有 做今天這個節目之前 我都有開回我自己以前的list出來看的 那看起來會覺得很搞笑 哇 原來自己十五歲的時候 定了這樣的目標給自己的 那就會 因為當現在人大了 看回以前小時候寫的東西的時候 會覺得 嗯 小時候真的很傻 小時候真的很幼稚 可能 但是看回這些呢 全部都是一個很好的回憶 那每逢12月的時候呢 青浪都會回顧一下 今年的自己做得好不好呢 2016年的自己 有多少事情是做得好 值得自己去讚一讚自己 值得自己去表揚一下自己的 有些什麼在今年做得不夠好 可能明年要繼續努力呢 那我就 或者你可以當我老套 寫完這樣的list 但是我相信 不少人都 還是有這個習慣 特別是年頭年尾的時候 那如果大家有玩開這個 社交媒體的朋友呢 都知道Facebook 近這半年左右 有一個新的功能 就是你可以看看 一年前的你做的什麼 兩年前的你做的什麼 譬如我今天為禮 今天是12月7號 你打開Facebook的時候 他會告訴你 12月7號 想當年的12月7號 你做過什麼 然後他就會列出來給你看 可能上年今天的你 在哪裡吃飯 可能前年今天的你 寫過一句什麼 我覺得很有趣 其實這件事 對我這些 那麼喜歡念舊 那麼喜歡回到過去的人來說 其實都是一件 挺好的事 可以提醒我 原來這樣就過了一年 有時候去看寫的這些東西 就好像早兩天看到 我們一群朋友幫朋友 慶祝生日 我們有一張大合照 是兩三年前的事 我去看這張大合照的時候 裡面大概有十個人 發現原來有兩個已經沒有聯絡了 那我就在想 其實為什麼會在這兩年之間 跟這兩個朋友沒有聯絡呢 所以真的會帶回很多不同的回憶 帶回很多不同的感覺給自己 所以 看回2016年1月的時候 自己寫過些什麼 今年想做些什麼 其實 大部分都達成了 其實我自己的目標 是大部分都達成了 那我其實在很多很多年前 已經說過 有一個願望 有一件事 我想做的 就是在30歲之前 想要做些什麼 那我終於在今年是完成了 所以我個人來說都很開心 因為我可以做到 完成到 達到自己的目標 那其他東西 譬如說 2016年想減肥 目標是減10磅 那樣 不知道你有沒有這樣的目標呢 有沒有就是說 想減10磅 是2016年 如果你真的有些類似的目標 譬如減肥減5磅也好 減10磅也好 如果到現在這一刻 真的未達成呢 不要緊 你還有少少時間 你還有少少時間 2016年才過去 今天是7號而已 還有20幾天 還有多過三個星期的時間 那你可以盡量去完成 這些你在2016年 年初的時候 定給自己的目標 如果大家真的有這個名單的話 我很建議大家在現在 或者在節目完了之後 可以拿出來看看 究竟你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究竟你自己的目標是什麼 有沒有達到 如果沒有的話 在剩下的這三個星期 有沒有可能去達到呢 其實小時候 很期待很期待這個聖誕節 因為聖誕節過了之後 馬上就新年了 新年過了之後 馬上就唐人年了 唐人年 一說就知道我說什麼 豆泥士 對不對 哪有東西興奮得過豆泥士 特別是小孩子的時候 小孩子的時候 可能零用錢有限 真的每年的零用錢 就靠這一鍋了 有什麼玩具想賣 有什麼新書包 新鞋想賣 真的靠這一鍋 盡第一鍋了 聖誕節過了之後 就到這個新年了 我剛才也說過 每年的年頭 我都會做一個 To-Do list 今年要做的東西 的一個清單給自己 在12月這個時候 除了有些未做到的東西 還有機會讓你完成之外 我都會開始想一下 下一年的我 有什麼目標 有什麼需要比今年做得更好 或者有什麼我想買 或者有什麼地方我想去旅行 我會將它們寫下 而寫下之後 就算你寫在手機也好 偶爾開出來看看 又或者直接把它寫在小紙 貼在床頭上 每天都看著它 每天都看著它 每天都提醒自己 嗯 今年我一定要做到 什麼什麼什麼 今年我一定要去到 什麼什麼地方 我一定要買到 什麼什麼 這樣才會有一個推動力 給自己每一天去進步 每一天去成長 雖然現在 就未到這個聖誕節 也未到新年 但是現在十二月頭 清朗跟你說這些 講得來都差不多了 我都準備要 再評論一下我的行程 看看我的目標 沒有減十磅 但我是想減肥 我沒有設定的目標 給自己減多少 讓我在這三個星期內 儘量減肥 好了 是時候 你去看看你的清單 看看你有什麼未做完的 或者 如果你是一向沒有這個列清單的習慣 不妨 接受一下清朗的提議 由2017年開始 可以試試設定一些目標給自己 這樣每天 會覺得比較有意思 和比較開心 下個星期再見 拜拜 有便宜 快點拿一部手機 和我一起 去美顏芳 拿資生糖 激活肌膚免疫力精華 sample 真的這麼便宜 資生糖 激活肌膚免疫力精華 不是便宜的 而且很適合我們 東方女性皮膚 我每天有用 免費拿來旅行 都不知多方便 對呀 只要去布羅倫二十大道 六十八階 六八零六號 的美顏芳 數一數個微信 QR Code 就有一份 快點拿來智能手機 正好 我順便買些資生糖 激活肌 護膚和化妝品 在布羅倫二十大道 六八零六號 明顏芳見 Jingle Bell Jingle Bell Jingle All The Way Hello 大家好 安楚棟在這裡祝大家 聖誕節快樂 開開心心 All The Way 每年最後一個月 雖然是最冷的 但聖誕節的氣氛 所有的燈飾 和家人朋友 一起聚在開派對的時候 是最溫暖的 不知道你有沒有去哪裏 旅行看看燈飾 有沒有收到一些很特別的禮物 過完這個聖誕節 又有什麼新的一年願望 我自己每一年的新年願望 都是想做一個更好的自己 好了 和大家說一聲 聖誕節快樂 Merry Christmas 家嫂 你廚藝大俊 紅燒鮑魚十足大酒樓水準 這碟鮑魚做冷盤 好吃又不韌 很棒 奶奶, 其實廚藝鮑魚很棒 廚藝鮑魚? 對 我和香在大酒樓做大廚 他說廚藝鮑魚有紅燒和清湯兩種 可以用紅燒汁燜海參、冬菇 另外, 清湯鮑魚可以做冷館 清炒或者燜雞 原來是這樣 你用廚藝鮑魚請客便便宜了 廚藝鮑魚總代理 東紅豆疫公司 電話718-255-1068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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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